很早都已經有人在內地來沙田定居了 英國人租借了之後 主要著手做兩件事 一樣是開闢大埔道 即是現在的大埔公路 是1902年落成的 有了一條大埔公路 新界的村民很容易 將農作物 用手推車或人力車之類的拉 然後去九龍市區販賣 市區的人好像住在深水埗區 亦都開始進來沙田 大家互相往來 互相做生意 至於另外一個影響得最大的 就是在1910年的九廣鐵路的通車 第一個站是來到沙田 除了有火車以外 當然也有巴士通過 但巴士的班次都不太頻密 直到1950年左右 在沙田大圍那裏對出 一直到現在的西林寺 即是龍華那裏 就開始在海邊進行填海 填海之後 一大片土地 就叫做沙田虛 我記得1950年代 進去沙田旅行 基本上多數都是去沙田虛 在1965、66年 有一個顯著的變化 就是開闢 那個獅子山隧道 那個獅隧是1967年通車 其實沙田還有一件事 很多村屋是依山而建的 我記得上萬佛寺 兩旁以前也有很多遺山而建的村屋 有些在門口 有一些小的菜地 種植菜 所以深美就是 發展完這個新市鎮 基本上可以用一個 翻天覆地的變化來形容 謝謝